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那接下来这场比赛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场性别大战了 由这个陈雨菲来对阵四川队的刘泽沁 那这场比赛呢 我们刚刚的解说嘉宾张楠要稍事休息一会儿了 在解说期呢 继续由我和接下来这位嘉宾一起来搭档为大家解说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接下来这场单打比赛的解说嘉宾 是来自我们国家队的何冰娇 欢迎你何冰娇 大家好 我是何冰娇 刚刚看了这第一场混双比赛 感觉怎么样 觉得非常精彩 双方发挥的都非常出色 虽然我不太看得懂 为什么说看不懂呢 因为自己是单打身手嘛 好 那接下来这场比赛呢 我们将是会看到 由陈雨菲来对阵刘庆泽 呃 陈雨菲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啊 包括其实可能呃 冰娇也自己的队友 而刘庆泽这名队员呢 是刘泽沁 不好意思啊 刘泽沁这名队员是咱们四川队的一名队员啊 今年也是 呃只有18岁 网友 其实今天咱们比赛是一个交流赛嘛 所以比赛的赛制也有一些差别 其实这样的比赛可能 大家看起来可能会觉得更有意思一点 冰娇觉得男女对抗 你怎么来看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 训练过程中也会有男队员过来 我觉得真正打比赛好像还是比较少 就比如说像现在这样正式的打比赛还比较少 训练里会多一些 但其实男女选手天生就存在着 不管从力量速度上来说 都有一定的差异 但是很多我们的球迷 其实也在期待这场比赛 就是说看一下咱们国家队的这个女单的选手 跟咱们省队的这种 可以说比如说一号男单来打 会是打出什么样一个结果 其实对男队员要求也比较高 你是说男队员的压力很大吗 这个要求 就是因为本身可能力量速上有一些差异 然后男队员跟我们打的时候更多的是去模仿一些 我们国际上的主要对手 所以他可能想的要更多一些 然后处理球要更注意一些 对其实这一点说对了 其实今天这个比赛呢也不是说陈宇飞一定要来对阵 这个刘泽沁 刘泽沁更多的是扮演模拟对手 对我们国际上主要对 对 所以今天这个交流赛呢 更多的也是咱们四川队相当于来为国家队进行的一个服务 来进行一个 对来进行一个陪练 打这样的交流赛 友谊赛呢 也是为了能够让国家队在成都集训的这段时间 能够更好的去保持一个状态 三月份来到成都之后 你们到目前做了哪些训练和准备 我们到了以后先是隔离一段时间嘛 然后第一周恢复手感为主 然后这两周都是开始进入一个比较正常的系统化的训练 然后主要是加长体能吧 因为成都这个 怎么说呢 天气也很适合锻炼我们的体能和体质品质 这球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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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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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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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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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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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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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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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